又是一套 是不是算是魔法少女作品 這套雖然前輩是魔法少女 但這套已經拔走了魔法少女的字 但後面又有變身 只可以說一句 大家都知道魔法少女樂業Strike 是被人一沉八彩 這些就是什麼呢 不怕三位名是很怕改錯名 等同於是什麼呢 就正如滾齒 這個七字真的滾齒之後 都不要再滾齒 刀竹很有勇氣 這次重新開始這個系列 再用多次Strike 接下來我們要說的是VVStrike 沒有魔法少女 不過都是那些東西 這次是新女主角 雖然後面那些內業女都在 很有趣一件事 刀竹在訪談中說過 這套作品是沿用 和Vivy的設定 但是這套就和Vivy 或者和魔法少女內業的一切都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你就很奇怪 那這幾個人是哪補出來的 又是很矛盾的問題 沒有的我是用回這些設定 但他們不是來的 是不是一個平衡世界的故事 我想應該不是的 應該是他不再走Vivy那條線 而是另一條新的故事線去講 因為我看過那些角色的設定 應該跟之前那些一樣 跟Vivy那些一樣 對 因為他用Vivy的角色出來 我想他只是想 他就像我們看荷里活電影一樣 reboot了 即是那些叫做什麼 那個世界觀裏面的角色不能賣 reboot了之後就找了新角色出來 其實又不是不賣 老實說如果你不能賣 其實你會轉實 但他現在就是把這套東西 變成了魔法擂台格鬥 其實如果要講的話 就真的不是不賣 他都不想放在Vivy那隊角色 但就發覺那些人不夠了 去上大台 就要找到兩個比較紅的聲優出來 捧紅的人一起 就找了水奶騎和邵昌圍 他就是出新的 然後內葉那邊 就是出第三集電影版 他是一個這樣的營銷策略 故事就變成擂台了 故事其實我剛才會講 他現在變成一個魔法格鬥女台 一個故事 他也有一個問題 你看到就是 其實你看不到男人 我就會奇怪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你還是魔法少女 你跟我說的 這次還要好變回少女 因為他還要找回那些羅里去做 其實他雖然說是格鬥 但他就是拳頭有魔法在裡面 霸王流 才會覺得像一個廣漫的招式名字 那些魔法 他就在這些元素裡面 但也不要緊 當年真態內葉那時候 其實也是魔法黨魔法 那樣用的 也就是魔法黨魔拳 那樣用 也是這樣想嚇一跳 打雷台的故事 其實Wiwi一直是 背負著一個重擔 就是什麼 魔法少女內葉 一個所謂的時空管理局 多元世界 魔道遺產 那一大堆東西 背負著那一堆的設定 其實Wiwi那時是什麼 他鋪了出來 但其實是什麼 對那個故事是沒有影響的 其實是 這一班人 究竟新世紀 多麼離奇 都好 其實對他們格鬥 那件事是沒有關係 但你又不可以不說 所以其實 反而一道好的 就是這次 Vivii Strike 其實是重啟 當年我們看魔法少女內葉 那樣的故事套路 都是那一種 有兩個少女 依次是他們本身認識 但他們各自有理念上的不同 那就是他們以權交心 其實當年魔法少女內葉也是這樣 但顯然我覺得 如果純粹以故事的走向去看 你會見到 又是有之前說的 魔法少女玉城計劃那種味道 但刀足真紀這樣就抵打 他寫了魔法少女多少年了 反而我有感覺 那種感覺就是 刀足真紀寫這套動畫 可能令我有懷舊的感覺 我看了十年前的動畫一樣 那種感覺是甚麼 我有不能說的秘密 這種問題在於甚麼呢 首先我們不知道 因為不知道那個理由 他當是伏線 而就是 因為中間裡面 其實他拔得挺大的 第一段 他們小時候 即是這兩位女主角 一起很好感情 然後跟著 去到大了之後 一個被有錢人收養了之後 然後跟著 突然之間好像意氣風化一樣 但其實 有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然後跟著 他又不知為甚麼 他究竟是想避開他 還是不想他接觸 其實現在很模糊 你又不知他甚麼理由 甚至你這樣說 當他知道他會踏上這個格鬥技之路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有一種憤怒出來說 為何你要踏上這條路 他又不是在做這件事 所以 因為他沒有魔法少女這個字 我這樣說 我豁免你魔法少女的定案設定 但這種 這種 成少女 這種 命運的交錯 跟鏡花所說 當年內業那種 大家溝通一下 有甚麼事解決不了 還有我最覺得像的感覺 就是因為 其實 靈欽就是小倉為配的角色 就好像當年 飛特那樣 飛特就是要追求我的任務 追求我的力量 我只要做到這件事成功 現在靈欽做的事都是差不多 都是告訴你 我只要成為強者 那就夠了 其實他不放風香在眼內 所以如果風香那個定案 就像多年的內業那樣 只不過他就比較 再挖強少少 個人的性格 但最後還是想跟他溝通 溝通的方法 這個問題 我甚至覺得 現在這種 所謂剩餘價值的拿取方式 都很難做得好 怎樣說都好 你這套的賣點是甚麼 就是有看過 有看過魔法少女內業系列的人 他們一看這套作品 咦有新作品 我會看 然後 在這套作品裏面 很明顯我都看得出 他不說回以前的所有東西 令到新觀眾都容易 去理解這一套 但其實老實說一句 就是以他這三集的故事 如果不是掛著魔法少女內業的名號 有甚麼好看 Exactly 就是這件事 他根本上是甚麼 他脫離不了這個重擔 甚至是甚麼 你用這些黃道式的設定 我也是這樣說 當年你做到Dot Day出來 都是work up 當然我不知道 是否因為這套東西的經費 各方面的大人理由的問題 因為這套東西崩的程度 就是有回當年 這是最令我懷念的地方 就是作畫的水準 完全有當年那種低水準 魔法少女內業 WeeWee這套作品的崩的程度 或者Strike S那種崩起來 那時候 還沒去到Strike S這麼變態 跌倒 我覺得是跌破了 這套東西是甚麼 是Strike和WeeWee的融合 所以他真的將來融合了 那就是你沒看錯 這套東西不是WeeWee的Strike 老實說一句 為什麼我懷舊就是 在這三集的故事 就好像當年我看動畫 動畫是不需要任何爆點 動畫是不需要有大學 一開始有吸引的地方 因為大家都會平心靜氣地 慢慢跟你看動畫 這套東西就好像近來很流行的 Apple Pen 就是WeeWee Strike WeeWee Strike 在一起之後 那些壞東西都是在那裡 我不會說這一個 頭三集是很差的 但我唯一的可以說 這三集很沒特色 很沒亮點 他背負著內葉的Bang 他怎樣都沒辦法離開 因為你用了那些角色 還有好事來的 我意思是都明顯地 是不想搞那麼多新東西下去 現在就是告訴你 我當年成功地去做得好的黃金方程式 我今年再玩多一次 那就應該成功到 問題就是 你當年是2003年 現在是2016年 有七十多套新犯 是一個季節 那你怎樣跑出 我不知道你怎樣跑出 刀足有他自己跑出的方法 你看到Dockday也知道 那個動物會戰爭 他都跑得起 可能不需要我擔心 這件事的確是 這套東西很明顯就是 你Dockday有那種 經費的燒那種無限的方法 升丘也好 作畫也好 他擺明就是什麼 他擺明就是車錢 去提高 這套那季裏面 能夠讓自己跑出的資本 但這套 尤其是擺明就是 這套 這麼多魔法少女作品 這套 大家 怎樣都好 你怎樣都脫離不了 人的慣性思維 當這套 是一套魔法少女 甚至就是 老實說 我未看過這套 我未看過魔法少女作品 我未看過魔法少女作品 我未看過魔法少女內頁作品 我上圍巾查一查 然後跟前作有關係 那我就說 這套就是魔法少女作品 其實你根本是避不到這套 其實是 還有如果你這樣說 當年突出的那套 魔法少女樂業 另一套 突出的那套 我認為最突出的那套 他明明是魔法少女式的設定 有魔像 有幫助人 但是他玩魔跑 那時候有新鮮感 現在問題是 這套已經不再新鮮 而他也很刻意地脫離了魔法少女 變成一個運動格鬥漫畫的套路 就是變強、縮敵、修煉、有情 而血勝利 是這些套路 但是 不是說 原本《魔法少女樂業》這套作品 沒有這些主題 他真的秉承著這些主題 但是 現在看上去就是什麼 我這樣說 刀足在這方面 暫時給不到驚喜 至少是 因為 你由樂業 和菲特 接著就是 Vivio 和霸王牛 接著到這一隊 三隊都是用同一個套路 老實說 你不悶 我都悶 還有我都覺得 就算當年《DOTDAY》 你說劇情無厘頭也好 但至少他就是夠無厘頭 原來整班人搞大了一大輪 打仗 原來是運動會 大家都開開心心 有些新鮮感 其實我覺得刀足 如果要寫他的劇本 要靠他一零光閃的新鮮感 未有 我未見到 老實說 大家如果過往看刀足 不如刀足的本身 其實刀足的產量不多 甚至是 這個不產量不多的情況下 對我來說 他是不停地把自己過往用過的東西 不停地用多次出來 在現階段 我不會對這套作品 或者刀足的腳本 是有什麼信心 其實已經是十幾年了 這個橋 我知道 欺詐的橋段 十年是如一日的 但是 我都明白 刀足當年 那套死人 就是想變一變化就糟糕了 我都明白 你的心理陰影 其實刀足已經進了一波 現在都趕了名字 重新出發 這套不行 改什麼名字 合併而已 收散 這套拼完之後 醜婦終順 都要見家翁 現在 這一套行不行 都是看這個系列 最後可以玩 我覺得他還未到最後一波 對他來說 我覺得是 有少少交貨 其實是要 正如嘉石 有沒有理由不拿 只是碰一下聲優 還是拿出來 又不是 其實始終 我都是覺得 你始終拿著 你有 不說是耐熱這個 其實我覺得 我情願老實說 你弄個FORCE出來 FORCE是挺好看的 你弄成這樣出來 其實是不是簡單 當然我也是說 因為看到這套 我也是說 他最好多人不要弄FORCE 我怕他不知 變成什麼奇怪的作畫 這套 簡單而言 我覺得是低成本地 去試一下 可不可以拿到這樣 它是一套純商業考量創造出來的作品 不是說製作群有什麼想像 至少我看不到這個心 純粹是說 我就是照過往的高敦方面 去複製一次出來 當年內入都是刀仔巨大樹的東西 都是衍生出來的作品 今次也是再試一次刀仔巨大樹 但是腳不腳得起 即是什麼 一塊爛了的木頭 再加一支鈍的刀的VV 拼在一起是什麼 鈍刀 還有一個爛木 那這一套算了 我覺得大家其實忘記它 在大家的心目中 魔法少女內頁只有兩部曲 等劇場版3RD 我覺得這套就有空再看 有空再看 不如重溫這個魔法少女內頁 無音和Ace都可以的 甚至你喜歡看Strike S 我覺得你加上時間應該是什麼 重溫一次劇場版的1st和2nd 都可以 那是會好很多的 至少作話好一點 沒錯 那這一套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